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麻煩請陸委會王主委 主委好,今天是預算解凍的討論 不過我看起來好像每位委員重點都不在這裡 那我只針對預算解凍的部分,我還是要請教你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先了解一下陸委會應該是一個二級機關 那二級機關你們現在的辦公室所在地是在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洞 在那裡十幾年了 是不是在北洞有很多其他的單位都在北洞 就你所了解其他的單位有沒有整修裝潢過 我並不清楚 所以你們陸委會提出這樣的預算需求的時候也沒有去查核這件事情 主要還是因應主改的需要,還有這段時間以來業務增加的需求 我們一個一個來問 就是說你們提出來是一個主改的需要,一個是業務上的需求 那我現在了解一下我們陸委會是二級機關 可是有關所謂實質上在負責兩岸事務執行面的部分是交給海基會 沒有那是一些特定的業務 特定的業務嘛 一些特定的業務 政策有你們做嘛 那執行面跟... 有一些特定業務 那包括我們簽訂了很多的所謂的協議對不對 是 簽訂很多協議 比如說司法付諸協議這個是哪一個機關 法務部主政 那醫療付諸協議是哪一個機關 會申訴 那最近我們在討論的服務貿易協定是誰 經濟部主政 經濟部嘛 那實際負責談判的是海基會 呃不是 不是 海基會是搭一個平台 搭一個平台嘛 所以實際去運作搭這個平台是海基會 然後各個協議各個該談的是各個部會 呃對可以這麼說 那陸委會不就剩下紙商作業 呃不能這樣講 阿不然陸委會 我們要做政策協調 我想委員在諮詢常常都很多時候都 呃聽到很多在大陸政策上的統整 事實上是透過陸委會來講 當然我當然了解這樣的情形啦 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有沒有必要到你們必須對 呃這個房舍要重新裝潢整修嗎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討論嘛 因為現在看起來齁 在看起來就是說陸委會其實實際上解決 兩岸事務的內容是越來越少 呃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而且現在看起來 特別你接任以後看起來越來越少嘛 都直接馬英九決定嘛 不是你決定 這個當然不能這樣講啦 當然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也否認陸委會只變成一個紙商公司嘛 那絕對不是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嘛 那我現在請教你 那與事實不符符符符符我們大家在看嘛 好 因為我們實際看到的是各個協議都是各部會在談 搭平台是海基會 那陸委會真正的政策又不是你們決定 是上面那個決定 那你們到底剩下什麼 我們要統整確保這個機制是完全的運作 那現在是統整的工作 不是剩下我只是講這是最主要的工作 你們最主要的工作是統整的工作嘛 就像委員動不動皮案也都要求陸委會要做這個 要求陸委會做那個 那你們做了就你們該做啊 所以我們業務越來越多啊 今天早上剛開了一個記載會也是你們的業務你們都沒有做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要求你們呢你們都沒有做到 那事實上你們工作就一直往外交 然後陸委會到底有什麼需求需要來修建防射 這個是我的疑問 因為業務的確是越來越多 業務有沒有越來越多我們留給大家公平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們這次提到說要修改防射要整建防射很重要的原因其中一個部分包括盟障委員會 對有一部分 盟障委員會要納入來那多少人進來 盟障委員會那邊大概幾十個不到一百 他們總共六十九個嘛 你們要納進來多少個 全部嗎 他們那邊他們那邊有他們的這個做法 這個我們我們其實在內政委員會也討論過 對對對上個會期 來主委我確定一個最清楚最需要確定的一個問題 盟障委員會話歸入委會是不是已經定案 呃應該是已經定案了 那但是現在就是在那個院會 對現在在院會這個協商 院會還在協商嘛 所以大家對他還有意見嘛 對不對 大家對他還有意見 立委之間也有不同的意見啊 立委之間的爭議主要是在那個 像我也不主張盟障都要話歸入委會啊 我主張話歸外交部啊對不對 所以問題在這裡啊 盟障還沒有確定要話歸你們 你們就先做方式的改變 所以今天其實是針對陸委會的那個部分 對嘛所以針對陸委會的部分 你告訴我兩個理由嘛 第一個你們的業務增加嘛 第二個是因為盟障委員會要進來嘛 那現在我現在問的是 盟障委員會還沒有進來嗎 還沒有確定 所以那七百萬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 今天討論是呢 陸委會的一千四百萬 所以這個就不是你們的理由了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不是 你們今天提出來的報告還是這個啊 沒有因為他們要過來會牽涉到幾個 對非常清楚 幾個促士 那也要等到他們要確定要進來才來處理這個問題啊 那等到那時候如果防射沒有好根本很難的 幹工啦 所以我今天提出了兩個問題非常簡單 你們提出了兩個理由 一個是你們業務增加 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盟障要進來 所以你們要整件防射 但是我告訴你的是 盟障還沒有確定要進來啊 啊業務有沒有增加我們看不出來 主改的部分陸委會本身也有調整 所以我現在要 陸委會本身也有調整 主委我了解啦 但是盟障現在確定還沒有進你們陸委會嘛 對現在正在院會協商 正在院會中嘛 委員也還有不同的意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跟你講的非常清楚 你們提出來兩個理由 我看不到 看不到有這兩個理由可以支撐說 你們決定要修改防射理由嘛 就是這樣而已嘛 因為這個部分已經做一半 然後有很多辦公室的朋友 還沒有決定要到你們那裡 你們怎麼做一半呢 這個事實上是分三年邊 在這個兩年前已經開始在執行 這個就是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還沒有進來以前你們就在那規劃老半天 但是如果 那如果到最後規劃不是你們呢 如果規劃到最後 盟障委員都去外交部你們怎麼做 這個部分到時候 部一部分通經理他們用嘛 我想 我的態度 你的態度都很清楚啦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不要以跟你們不相關的理由 來告訴我們說你們要修建防射 謝謝你請回 接下來我請李部長 請部長被詢 委員好 部長好辛苦了 今天有很多你們的案子 都是有關預算解凍 那每一個其實都值得細心的討論 剛剛很多委員提到很多問題 我先請教部長 有關五都的部分 你們告訴我們說你們辦了很多的座談會 是 辦過幾次 我請市長回答 好 剛委員報告我們五都我們有吩咐那幾個改制的縣市我們都有過去 五個縣市都有去 五個部分都有去 去了四個 五都你們去了四個 因為台北市沒有 台北市沒有 好 那其他沒有升格的你們有沒有去 請問你們的座談會是一個縣市辦一次還是怎麼樣 我們是每一個改制的 就這四個 這四個都去了 對不對 什麼樣的議題 大概大家比較重視的是區的基層的服務功能的問題 好 區的服務功能的問題 你們討論過這些議題以後 最後你們內政部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我們就把那些區的真正的 我們就去檢視他的預算跟他的業務 所以我們就有實際邀台北 新北市的一些區長 我們又來跟他座談 了解問題的所在 後來我們 那問題的所在在哪裡 問題的所在大概就是說 那問題應該這樣問啦 問題所在在哪裡 然後你們內政部提出的研議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曾經對於區的組織要不要調整 有沒有要修改 對我們有召開會議 我請教你 那個部長 你知道我兩個禮拜前 曾經在這裡開地方制度的座談會 公聽會 對不對 所有的縣市都來了 大家炮火一大堆 問題一大堆 建議一大堆 那我曾經問過說 你們都沒有跟內政部反應 反應也沒了 反應也沒了 他怎麼走的怎麼走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那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 你們告訴我說辦了一大堆的座談 辦了座談以後 你們內政部的具體建議是什麼 委員我們區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業務 你調整到直轄市的一級機關 你錢拿走人 你的原來的業務還要區著公所的人去辦 業務跟人員沒有對位的問題 那我們去討論到 所以其實來 司長謝謝你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個問題還存在非常多 不是你們做辦完座談就結束了 你們應該今天要把這個 這個預算要再把它爭取回去 你們至少要提出來說 我們內政部研議了什麼 我們討論什麼 我們具體的建議是什麼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接受說 啊內政部就在做事情 啊這些東西要讓我們繼續做 對不對 你們今天都沒有說我們辦過座談會 然後你就要求我們解凍 那這個沒辦法接受啊 我也可以說我在這裡辦過公天會啊 委員我們也有講說 組織部分我們也要他們來開會 最後他們的結論是 我希望齁 來我希望 我不是說你們開這個座談會不對 我是希望你們針對具體的內容 到底提出需求是什麼 要改變的是什麼 涉及不涉及修法的問題 這個要具體的告訴立法院 立法院才決定錢給不給你啊 是不是這樣 好來部長我再請教你 我們可以再提更仔細的報告 我們在預算 凍結案裡面 是不是也有一個有關消防署的這個 所謂委託機關的問題 有 有那您這個現在進行怎麼樣 來請消防署葉署長 署長 署長悲訊 好謝謝委員頭重垂行 基本上的話就是有關那個委員所提的那個 這個很多委員都提過對不對 這個專責機構其實你們現在都是你們退休的這個消防人員在處理嗎 我簡單分兩部分跟委員報告可以嗎 第一個就是有關那個他董世衛的這種成員 就是有一些就是我們的退休人 來不是啦 蘇長我問這樣比較具體比較直接我實際也不多了 我要問的是 針對現在的狀況你們提出什麼樣的改進方案 第一個就是我們已經邀請這幾個基金會來開過會 現在的改進方案是什麼 他們會他們會定期的就是把那個時候的這種成員 把納入我們委員所建議的公協會的部分都會把它納進來 來啦我的問題在這裡啦 我的問題在這裡 這個是委員大家提出來的問題 也是當初把你們凍結的原因嘛 對對對 結果你們今天提出來的報告是說 你你只對現況去說明嘛 那你們要取此 我們要具體的辦法 那內容要改變什麼 通通沒有嘛 不我們有一個專量報告 沒有啊 就是就是你們只說明說現在的狀況嘛 是是是 那這個機制有沒有要改變 以後的人員是不是這樣懂 你們都沒提吧 那這個我怎麼解凍 這個我怎麼解凍 這個我怎麼解凍 所以來 部長 我其實今天告訴你一個問題 從早上我就提出程序問題 立法院的關係文書 你們希望立法院來審查你們的預算解凍案 要把內容說清楚說明白 然後現在這麼多案子你們要要求一個案一個案解凍 我們不是說不可以 我們要求是你們具體做法是什麼 內政部希望我們審查的內容是什麼 那涉及修法的部分你至少要告訴立法院嘛 這樣才有辦法把你的預算案解凍嘛 那如果這個都沒有提告訴我老半天 包括這個所謂的消防委託的專責機構 七千多萬耶 然後最後只告訴我說現在的狀況 也沒有告訴我說要不要演藝要不要有問題 然後以後要怎麼改進 我都沒有看到啊 那沒有看到的時候我們怎麼把這個預算解凍 這個是今天最後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部長我要提醒你喔 預算解凍案該怎麼處理我想你也非常清楚 不是說你們把內容寫一寫 然後把這個說報告報告 把狀況報告報告就結束啦 包括我剛剛提的 這個五都設置下去以後問題一大堆嘛 各縣市炮聲融融嘛 這些問題有沒有涉及地方制度法的改變 這個也要提來立法院看一下吧 那問題真正大家討論的問題是什麼焦點是什麼 焦點是什麼我也沒看到 消防署這個委託專責機構這個部分 大家非常有意見 那這個部分怎麼來報告怎麼來改進 那演藝的內容是什麼 演藝的方向是什麼 至少要提一個報告嘛 不然我們怎麼依照這個 我們就幫你動起來 你還是這個報告來吧 我們都有一個報告 我想第一個很抱歉在這個關係文裡面沒有進去 我知道你們有報告啦 但是你們的報告內容其實只在說明事實的狀況 這才是我今天質疑的部分嘛 如果要解凍你們必須提出你們演藝的方向嘛 那至少要有一個方向讓我們立法院可以審查可以看嘛 然後覺得說合理或者說這樣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們就可以把案子解凍嘛 今天的重點在這裡 是 我想關於 那提醒部長 謝謝提醒 這個部分還不夠清楚的話 或是你們有什麼具體的方向 你們要提給立法院知道啊 不然一天到晚只叫我們解凍解凍 我知道我們一定會把資料提供給各位 好 這個麻煩部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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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